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因为在少年的年代 我听《披头4》 我就以为他们的受欢迎是永恒的 但事件这么多年就发觉 原来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是 很容易忘情的 很容易忘情的 这个是最关键的 那原因我相信是因为大家现在听的歌 起码电台就不会播放 那我相信这是一个最大的理由 是的 我也有问过很多人对《披头4》的印象如何 原来很多新世代他真的没有听过 很奇怪的 真的 因为我们是 你看到那个年代 我们年轻的时期 对于以前的电影 或者音乐 或者文学那些 有一些贪男的 好像不懂就没有什么面子 不懂得找不到女的 是啊 拿着一本书很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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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本是正的 当然 这本是正的 不过这本是合神秘之喜的 是啊 是啊 你弄这个出来吧 是啊 是啊 因为他这部 我觉得这部戏 我也打算有时间再看一次 因为那些视觉的那个 里面有很多令到你很难忘的记忆 其实这些是一些六十年代的视觉 那其中一张就是在香港 但是只停留大概几秒而已 所以大家都未必有印象 看机场那一段 是啊 是啊 很快 但是今天我们讲过 其实基本上在同样的戏里面 就有关系不大的 那我觉得这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仍然要做呢 就是因为呢 涉及到这个披头四那个 整个他们 由成长 以至到成名 以至到解散的过程本身呢 是代表了我们一代人的 某一些的生活的方面 那包括最近是 拿着诺贝尔奖 而说盛传他现在不去拿的 这个博底人 都是我们那个 年代的印记来的 是啊 是啊 所以我们觉得 有理由呢 我们要做长一点 就 如果你未听过 那起码一件事就是 你知道有这件事 你自己看有没有兴趣 在其他方面 譬如互联网 或者书籍里面 去看回 当时这些文化的象征 这些文化的象征 其实他们发挥了什么作用 那你和现今 在二十一世纪 那个文化的象征 是比较呢 那你们看出就是 究竟时代在进步 还是在退步 所以我们就不加评价 我们自己说出来 那你听的 那我们当然故意很高兴 如果你能够深入一些去研究 我们更加欢迎 那说到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披头四 就是我们上第二集已经提过了 今次我们说的 这个披头四与神秘学 事实上是一个相当相当之 多内容的题目来的 我相信就是 我们今天说的一个半钟 都未必续架了 但是如果你看这个关系 事实上你会看到就是 在这个六十年代 他那个由他反射 反对这个资本主义 反对当时的建制 反对当时的一些战争 就带引了另外一个 我们今天都更受用的 时代的价值 就是这个所谓New Age 就是那个New Age 就是那个New Age 我相信呢 就是以我操钱的估计呢 事实上也是因为六十年代 就是这个嬉皮士文化的兴起 而导致到有 这个这么庞大的社会的 运动出来的 是的 而且它最重要的就是 你可以说是一种叫做 新世代歌曲 它影响整个战后的一个世代 有给我们去找到一个叫做 青春的岁月 是什么呢 因为一说起那样东西呢 就是你会很大的感触 尤其是阿福 你会很大的感触 真的不要去拿 是吧 你给我要的了 你给我要的了 还有它最重要的是 因为诺贝尔是什么来的呢 诺贝尔是一个战争佬 做炸弹 做炸弱 这个其实就是 不会这样上线的 但是实际上呢 因为它对于 其实最重要的是 很多时候 有整个 我们看回文化的 它出来的那个意义 实际上战后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是做小的 就是能够吸收到很多种 叫做青春的营养 那个就是 令到那个世界 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包括呢 我们之前也有 电影的《可明威》 那些文学 但是呢 我想在《流行文化》里面来说 《披头四》 就是它那个 它的音乐 尤其是要留意那些歌词 它那个节奏 它那个《melody》 它是将整个世界改观了的 所以对于 今时今日呢 你如果找回一些 叫可能我们 那些音乐的一些底板 那么 它必须 那些都其实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是啊 但是呢 讲到这个《神秘学》 我今天要硬插了 另外一个题目出来 是 那这个题目呢 就事源了 因为王毓民呢 毓民呢 他在 下船 是 那他就把他office的书 搬了过来 是 那竟然被我 一边看的时候 就被我发现了 这本书 就是《余光宗的青铜一梦》 是 那这本书呢 其实是一些余光宗的散文 嗯 但是有一个呢 咦 竟然我一看的时候呢 就適合我们今天这个题目 哦 我突然说到了 我没看过这篇短文 我看完就很感触 是吗 因为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一集《披头四》的歌 是吗 那他这个文章的标题呢 《当我到六十四岁》 《老歌伸唱亿披头四》 他呢 就把歌词呢 原原本六 译了 哈哈 《When I'm 64》 是的 《When I'm 64》 那他也都介绍了呢 这首歌 他那个 出处 嗯 因为呢 我们今时间听音乐呢 我们如果没有那个足够的训练呢 我们听完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有足够的训练呢 你会想 你这首歌哪里呢 它的作曲的灵感哪里呢 嗯 有没有抄袭呢 那他很快点出啦 其实这首歌本身呢 就是 一些在 维多利亚时期的 嗯 应该是歌厅 嗯 一些 就是 就是 那些 音乐 音乐 就是那个拍子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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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那些 就是 那些 唱片的 名称呢 嗯 那他呢 就没有写英文的 是 那我当然啦 我我听过 我当然知道是 是哪里了 但是有个别的名字呢 甚至呢 我都要猜了几分钟 我才猜到是哪个来的 所以呢 那我就觉得呢 他寫这篇文 寫到这个 披头四呢 我就觉得 无论如何 我今天要用第一节的时候呢 就是讲讲这篇文 那这个呢 就是我读了一段给大家听了 看看啊 啊啊啊啊啊啊 这些个公司的呢 他认不认得里面 他说些什么的 嗯 很寂寞的心 俱樂部 然後才一路聽回去 我其實並不喜歡他們早期的情歌如 我很想握住你的手 I won't hold your hand 與難買愛情之類 說完就譯了 這個我認不出 這個難買愛情之類 Can't buy me love 怎麼認不出 一聽就知道 嫌他青春的姑姑調太淺直 約翰藍能也承認 那說誰 John Allen 藍能是一個認名 以前的那種正義 要到1965年的橡皮靈魂唱片集出來 他們才認真起來 這個就是Robert Sow 我跟著你實知 有名的挪威森林正義上的特殊國 還有看《專長春樹》 可能這個《新世代》的朋友都可能 沒有啊 他寫的時候應該沒有《專長春樹》 當然啊 當然沒有啦 他寫的時候沒有 但我對身 他是新奇 甚感神奇的 唱片封套有兩雙層可以堆疊 正面是四披頭 穿著藍底雙邊的軍樂隊制服 十分帥氣 蓄擁他們的漫畫人物 形形色色蓋在來頭 我認得出的包括拜倫 愛倫波王爾德 其實這段我們應該會講的 因為這段有些典故 就涉及到神秘學的問題 緊接在我當我六十歲之後 是超皮有趣的可愛的泥坦 開頭三句碟句 Lovely written meter made 根本不可譯 因為meter情車標 用英國康尤其是 比頭四的香音 Mercy accent來唱 Mercy accent 意思就是利物浦的音 有一首很著名的歌 Mercy across the ferry Ferry across the mercy 也是同一個地方的 很著名的樂隊唱出來的 另外一個也涉及到我們今天講的題目 他講的這個就是 這個唱片裏面 這集最迷情最夢幻的一首 當然是路西在天上大月鑽石 知不知什麼 你講吧 實知的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 開頭的歲句是 想像你自己在船上船在河上 旁有骨子樹有果醬的天色 又是瞞你 你慢吞吞地回答 搭一個女孩子光彩多變的眼色 真的 他裏面從文節那裏 已經碰到很多他的音樂意境 我不用看網聯網 我這件記憶是 picture yourself on the boat on the river 想像你自己在船上 船在河上 是 是 他意境很強 那句 你現在就這樣讀他那個 他都出了那個文字意境 是 是 好正 魚江春真好正 無從的歌聲如痴如醉 路西在天上大轉石 一句三次重複 每一次都拔高一個音階 激情罩降 果真害人 意亂情埋 他寫著害人 寫著hide 為什麼要hide呢 這句其實有暗示 此歌原名是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 三個實次的自首是LSD 自然引人猜疑 不用猜疑 他給他答案 滾石雜誌的記者曾求證於藍能 藍能承認他有許多 食藥語化的經驗 但這首歌自首是如此巧合 卻出於無心 他還對記者說 我可以向上帝或毛主席發誓 我絕對無意拼湊成LSD 難能以路西入詞 很正點 Lucy原出於拉丁文Lux 以為光彩利物譜雕環的少年未必知道這一點 但這詩教明的意義在英美文間該是常識 此詩第四行說 女孩眼閃七色恐亦含此意 最荒謬的是 發誓為何要向毛主席呢 那正是1976年文革正列 毛主席的雄下儀正在請暴 他老人家容得人柳陽哥卻絕不容人 邊扭搖滾 邊聽披頭四的迷幻歌吧 真是寫得好 是 他很厲害的 因為他裏面碰到很多很多 真是跟神秘河有關 應該我們要講 可以慢慢講出來 但是他這個標題呢 我就馬上很大感觸 因為這部電影 這個紀錄片上來的時候 我都在另外一邊那裏 就託一些朋友 喂 你介紹這部戲的時候 就一定要找一首歌 那首歌呢 我很喜歡的 就是Yellow Summerlin裡面 其中的一首歌 但是那首歌是沒有的 應該就在這一個 沒有的 沒有的 那首歌沒有的 因為那個版權問題還是 那時候他沒有放在黃色潛艇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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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又無意寫明白, 開頭三句已經曖昧 我有過一個女孩, 或是應該說她曾經有過我 她帶我進房間, 問房間, 不錯吧, 又自答挪威木料 所以亦挪威森林是不對的 這個解釋了村上春說的挪威的森林這個名字 大家不要有誤解了 因為她裏面說的不是挪威森林, 而是挪威森林做傢俬木 那些木 這個裏面已經有很多神秘學的訊息 涉及到那張唱片, 其實是一件很大的事 當年, 他們去選擇所謂Surgents Purpose Lonely Heart Club的唱片 都花了一番心事 今時今日, 大家其實對這個唱片的風套已經沒有觸覺了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個大碟已經不服存在 所以大家就不會記得, 其實這個所謂大碟 她去選擇這個封面的設計的時候 特別去到六十年代打後, 是開始花了很多心思 我記得我幾次都講過, 譬如這個Amazon Nick & Palmer那張 找一個浮世繪的封面, 做她的唱片封土 我覺得到今時今日, 我都覺得是相當之精彩的 裡面的歌又相當之好看, 好聽 所以我覺得, 今天去到CD這個問題 甚至在網上下載 就已經是難以去理解當時那個… 好了, 我現在給大家看看這張封面 阿紀圖還有沒有這個印象? 放大它 這張? 是 這個記得, 但我那時都沒有, 保持不到這張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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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因為現在呢, 他們放在CD上 你那個效果就完全看不到出來 是 因為那個CD始終它的尺寸 出不到那個效果 沒有Album的那個那麼好 Album應該都是永恆的一個… 你現在這樣拿著, 你會發覺它的尺寸也是非常之正的 是, 我在講這張了 那其他如果你有看的話, 現在我們不是講Beatles 講這個Amazon, Nick and Palmer 已經有很多神秘學的符在裡面了 是 是 這個是街格的設計的風土 是啊 這是Deb and Harry的那個… 即是那隻碟的用的那些造型 是啊, 那時候有很多的 我們講一下這張封面 即是這個… 這個什麼… 什麼什麼… 黑心鏡 不是, 我要找那個名字出來 職學的心 不是 他那個後面才是 不是, 他那個後面才是 那這張封面呢 大家如果看到那個原版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裡面有很多人物在這裡 那如安中剛才提到 有幾個人他認得到 譬如黃耳德、Edgannon Poe 或者其他 但是這個封面那個故事原來是這樣的 最初原來呢 他是想放這個希特拉 嗯 嗯 那你知道如果放希特拉 今天的結果是怎樣 出事呢 那當然出事啦 是 那我再掛視一下 這個叫做花… 那時候就很嚴重了 是啊 這個就是花椒君曹寂寂寞 方心俱樂部樂隊 是 是 由於這個太小了 我們現在看不到裡面的人物 嗯 那當時呢 就 那他們做封面 做封股 那時候呢 那當然了 四個人有自己的主張 他們要求擺放自己心儀的文化英雄 所以現在就算看得這麼小 其實我已經見到這個Again Poe 即是可倫波 其他我還未看得完 但如果當年1960年的時候 放了希特拉 我想今天對這張唱片的評價 完全不同了 現在是人民逆民的時代 那時候已經有異形 但現在更加嚴重 這個證明了他們有某些想法 跟我們有少少出入 出入的意思是什麼呢 舉個例子 譬如John Allen 唱Imagine 或You need this love 但是不是一個這麼簡單的 純粹一首歌 就概括到這四個人 他們自己一個深層的想法 我想未必是的 他們為什麼選擇希特拉呢 這個其實很值得去想一想 我想其中一件事就是 他們經歷過 雖然他們很小 但不多不少經歷過 第二次大戰 英國受戰爭的油論 一些狀況 尤其是最近你也看到電影 譬如你拍了小姐 也有說 倫敦去受那個空襲 德國的空襲那個時期 1943年的9月7日 那件事件 你也發覺最近都不斷 變成電影的戲劇出來 鬼片也有 同幻的魔幻電影也有 都是跟歷史有關 另外一個我這裏唱片封堂 我看到的就是馬力聯盟 這裏唱片封堂 你這樣說我都是 兩兩不見到一個型 見到一個型 不用見到一個樣子 見到一個型 你已經知道馬力聯盟了 不是呀 這張Albert我有的 你有的 你不帶你 哎呀 我太多 太多 那個放的 那個放的 不是那麼好 所以一找的時候 都很困難的 但是最重要 就是跟我們今天講那個 神秘學有關的 就是有一個 一個號稱全英國最邪惡的這個人 是 這個就是 Alyster Crowley 是嗎 是放了他下去 放了他下去 放了他下去之後 其實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 技術人員可以回到這個人頭那裏 就放了他在那裏 這個大魔法師 魔法師 其實簡單是帽子 帽子 是英國的二十世紀的其中一個最著名的 巫師 我們講John D的時候 記得有提他 因為他後來 他嘗試做那些招魂 上身的那些 其實就是根據 他拿到的 John D的那些 手稿 還有那些魔法陣 魔法陣 是他做的 不要把他放在那裏 很噁心 收回去 他 其實這張封筒 是放在他裏面的 這個問題是代表什麼呢 如果我沒有記錯 這個其實是John Lennon的意思 其實我們有一個線索 就是說 他們到了那個年代 到六十年代中期 就開始 去看這些神秘學這些東西 有的 是吧 那那個結果是怎樣呢 那個結果 相信大家會開始有一個疑問 就是 會不會他那個 歌詞裏面 或者歌曲裏面 放了一些神秘學的密碼 這些訊息在那裏 那我覺得一定有 而且他 我覺得特別 有兩大的線索 你都可以找的 第一就是他那個melody 是的 他裏面 他用的那些 節奏 裏面那裏 有沒有一些玄機 在裏面 第二樣東西 就最重要 尤其是 他那些 英文 他用的詞 你剛才你看到余江忠先生 就把他那些 翻譯的時候 都翻譯得很好 都翻譯到 找那個中文字眼 都用得很好 他原裝英文的 那個字眼 和他的語音 如果你是細節的研究 裏面那裏 裏面 就有很多很多 那種叫做 從語音的神秘學裏面 裏面那裏 他帶了很多 那種叫做 創作的提煉 所以有很多人 為什麼會 就算我紀錄片 都拍過出來 為什麼 有些人 聽他的歌 尤其是女人 就會發狂 男人 就如癡如罪 男人就沒有那麽瘋 沒有那麽喊 但是女人 他就 一講 一講 一聽就要尖叫 尖叫 不止 是哭了 他實際上 真的很奇怪 好像在香港那時候都是這樣 尤其是女人 有很多人都 都 都認為 這個 跟那些人研究 那些 匈牙利那些 最古的音樂 跟我們東方的 叫喊驚 都有一些淵源 喊驚 就應該是 如果沒有多蠢的客家 那些 是的 有一些 女性的 一種叫做 聲音 而其實 那個 其實已經 源自於母系社會裏面 也都 我也看過很多 那些研究音樂的 古代史 來講 就是 melody 不是中國 發展出來的 中國最發展出來的 跟非洲都很接近 就是節奏 但是melody 旋律 旋律 旋律那裏 最源頭 應該就是在匈牙利那裏 可能就是那些 蜥蜴外星人 他們就開始流 在匈牙利也有很多 古典音樂家 例如李斯特 就是 他們去研究音樂的源流 裡面 譬如 最早的旋律 就是來於這種傳統的 那種叫喊驚的 那種 那樣的出來 所以 你從這個角度 來看 我覺得 Beatles 他開始發展的音樂 那時候 他找到很多 很新穎的一種旋律 去表達之餘 那時候 裡面內藏很多 很古老的一些 或者一些叫做底板 那些叫做旋律的底板 都放物 我相信這個有足夠的理由 你看到他去到中期 初期和中期 他作曲的那個靈感 是源源不絕的 是 我相信 就不是他們自己 真是那麼厲害 而是他找到一些 在歷史流傳下來的 一些作曲的方菲 他不是厲害不厲害 那是問題來的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要深入去研究 我覺得 或者未曾有 那麼多人 很全面去研究 Beatles 他們那種叫做創作力 音樂的創作力 不過 如果你懂得 因為我最近 都 有請教很多 那些 音樂的導師 講的那些 叫古典音樂 和現在的音樂 他那種 怎樣接軌 那些東西 那時候 我就極懷疑 Beatles 他們那些 第一 他本身 對音樂的敏感 就很強 這就是 大家一定 沒有什麼 言義的 第二 我覺得 他就等同於 我們以前 神秘之日都講 古代的 叫做游淫詩人 他們利用他們的歌 其實 接觸到 有很多 一種叫做 很遠古 不是這樣叫做 純粹是一種 創作的東西 而他是捉到 一種 他裏面 就是 最原始的 一種旋律 最簡單的旋律 然後就把它 找出來 然後 再補一些 新的 再把它arrange 再編 一個曲 這樣做 這個 其實現在 都有跡可尋 很多人都說 他裏面 那些 節奏裏面 最著名的 就是 他們去到六十年代的 後期 就去 禪修 跟了大師 其中一位 George Harrison 更加 畢生 都以這個 印度教 為他自己的精神之處 是 在音樂方面 怎樣影響到 跟這個 有什麼 跟神秘有什麼關係 我第二節回來 跟大家一起討論一下